好那咱们现在呢就回到咱们这个代码当中 咱们看稍微复杂一点的这个案例呢 咱们就看手写数字吧 哎你能够看到是吧 我们点开啊 看这个是不是零呀 在左上角 它里边有很多 看到了吧 点开这个是不是也是零 我们去文件夹当中去看一下它 叫exercise你看 我们打开一个三 这里边全是三看到了吧 不同不同人写的三是不是会不一样呀 但是我们人一看我们就知道这是三是吧 我们再来看看看一个七呀 哎你看有的人写七是不是在中间差一点呀 看到吧 有人你有见过这种写法吗 有的人没有见过有的人见过 你看有的人写七这样写 看到了吧 在这勾一下 但是你看到这个之后你是不是都会发现这个就是七呀 那有的人写七写成这样啊 这很显然这个勾到 是吧 但是这个就是七呀 因为我让你写七人家写了个七 现在虽然写的不像是吧 但是这个就是七 我们一个当中有五百个 你看最后到七杠五百了 它是从七杠一开始一直到七杠五百了 现在是吧 咱就让算法学习一下它 然后让算法呢去识别一下 那咱们就回到代码当中 我们创建一个啊 咱们在exercise下 创建一个文件 选择这个叫做PN杠 手写数字 那刚才咱们这个案例当中是吧 这个入门案例 看我们这个入门案例是吧 咱们在这儿 对它进行一个总结啊 原理呢 咱们在代码当中也进行了一个呈现 就是欧式距离 然后再加上概率 概率的话就是投票了 那谁投的次数 谁出现的次数多 那谁就 谁就胜出 这个里边需要注意一点 就是当 数据量 比较少的时候 那当数据量比较少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样本比例 咱们的样本比例 一定要相同 那样本比例一定要相同 如果要不相同是吧 它呢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样本比例不相同 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 咱们在这个代码当中 简单给大家展示一下 大家就明白了 你比如说这个样本比例不相同是吧 我让你 你看我们加载出来的原始数据 动作片和爱情片 是不是一比一啊 对吧 现在是吧 我来一个 lock 我查看它的前几个呢 前五个 叫Head Head 执行一下 这个时候你发现这个 样本比例还相同吗 是不是三个动作 两个爱情呀 本来就不 本来就不匹配 是不是 你看到 原来的时候是相同的 现在的话 我只取它的前五个 这个时候你看 比例是不一样的 它的比例是三比二 那咱们现在 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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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目标之位 使用咱们的算 使用咱们的算法 训练一下 然后呢 咱们生成 测试数据 使用咱们的测试数据去预测一下 刚才的时候 这个数据 比例一比一 现在我们再进行一个预测 执行一下 你发现 是不是就有的给预测错了 看到了吧 你刚才这个本来应该是爱情 但是不小心是不是预测成动作了 为啥呀 你里边只有五个呀 其中三个是动作 两个是爱情 他选最近五个的时候 你想他能怎么选 他是不是五个都得选呀 所以这个时候 你亚本不均衡在进行投票的时候 是不是就会出问题呀 所以说 这个是样本均衡的一个问题呀 好 那咱们在这个手写数字当中呢 我们也看一下它的 找一下包 咱们import南匹 as np 然后咱们import matplotlib. piplot as plt 魔法指令 matplotlib 来一个引赖 插入一行 接下来咱们将算法导进来 from sklearn.neighbors 从这个当中 咱们import kneighborclassifier 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因为我们的数据呢 是图片 咱们使用prt把这个图片给它加载进来 我们的数据呢 是在零到九 这十个文件夹当中 每一个文件夹当中的数据呢 都是很有规律的 那咱们就批量的把这个数据给它加载进来啊 咱们先加载一个 那就是prt点 来一个image read 当前路径下有一个data data下边有一个零 零下边呢 再来一个探户件 咱们读第一张图片 我将这一张图片是吧 接收一下啊 叫做img 显示一下这张图片 大家看这张图片是不是就很熟悉啊 但是如果我要把这张图片给你加载进来 我说你看看这张图片是起呢 咱们是不是就看不出来啊 看到了不 对于这个二维的我们是看不出来的 那咱们现在就批量的读取吧 显示一下这张图片 prt点image show 咱们将image放进去 因为它是一个黑白图片 所以说我们给一个prt点cm 下边的gary 只剪一下这个图片 大家看这个是不是就是零呀 那咱们就根据路径 for循环去读是不是就行了 来咱们插入一行 for循环去读啊 那就是fori in range 10 冒号 再来一个forg in range 是不是得来一个500呀 我们得来一个 因为它是从01开始的 从1到501 501 看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呀 然后咱们就开始在这个当中去读数据了 那我们就读吧 那就是prt点image rate小括号 路径我们给它一下 点反斜杠这个data都不变 再来一个反斜杠 所有的0都在0文件夹下 所有的1呢 是不是都在1下边呀 这个地方咱们就给一个反分上d 然后再来一个反斜杠 如果这个数字是0 它是0杠多少 是0杠1 0杠2 一直到0杠500 如果这个数字是5 那它就是5杠多少 5杠1 5杠2 一直到5杠500 那咱们现在就知道规律了 再来一个反分上d 杠 再来一个反分上d 点叫做bmp bmp呢 也是一种图片的合适啊 它叫位图 叫bitmap 那前面有三个反分号 咱们现在就得替换一下 是吧 反分号小括号 那就是iig 就是咱们for循环当中给的这个数字 除了一个数据了 咱们当然需要把这个数据给它保存下来 是不是 保存的时候 咱们就在for循环的外面 给它生成一个数据 咱们这个数据呢 我们就叫做data 叫data 等于一个列表 然后咱们就在for循环当中 调用data.append append小括号 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大家看这个数据 是不是就被我们读进来了 查看一下它的长度啊 length小括号 data 执行是多少个 5000个数据 是不是就读进来了 但是此时咱们的data是一个 tyson当中的列表 是不是啊 对不对 它是一个中括号 我们操作数据就不太方便 咱们现在呢 把列表给它转换成我们的团体 那就是np.array 小括号 咱们把beta放进去 接收一下 这个就叫datax 这个datax呢 就是我们的数据 现在咱们 现在咱们查看一下大x的执行该代码 你能够看到数据是不是就出来了 我们有了这个把它转换成到nd个瑞之外 是吧 那咱们就可以使用咱们之前所学np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查看一下它的形状 x自己是一头 直行一下这个代码 你看 是不是五千二十八和二十八呀 这一张图片比较小 它的尺寸是二十八和二十八的 咱们的数据就有了 那你想 我们在读取这个数据的时候 是不是前五百个是零 然后接下来五百个是不是一呀 再接下来是不是二 最后五百个是不是九呀 那么我们现在给它创建一个位 咱们给它创建一个位 咱们这个位呢 你看咱们就得给一个位 这个位呢就等于 看一下咱们该怎么创建 它比较好 好 那咱们这个位呢就等于 叫做中括号 就等于你看就等于list 就等于中国号 零 一二三四五六 七八九 我们让它乘以多少呢 乘以五百 位是不是就有了呀 看 看到了吧 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那但是呢 我们的数据呢 是零 是这个前五百个都是零是吧 那咱们现在将位是吧 给它操作一下 我们把位呢 也给它转换成nd array 就是np.array 小括号 打印输出一下这个位啊 你看一直行 看 是不是零一二三四 零一二三四呀 但是呢 这个时候咱们排一下续就好了 y点什么 叫 fout 答印输出一下这个位 你看 是不是前五百个是零 然后是一 后五百个是不是就是九呀 你看 这是不是都是咱们之前所学的知识呀 所以说 此时的x和咱们此时的y 它是不是一一对应的呀 你想一想这个逻辑呀 他们是一一对应的 因为你看这个数据呢 在零这个子文件夹下 有五百个 一这个子文件夹下五百个 所以我们放循环 外层放循环执行 里层放循环执行五百次 那就是千 这五百个都会是某一个数字 所以我们就给了它一个y 现在有了x了 有了y了 咱们就插入一行 那么我们就加这个数据是吧 咱们给它划分一下吧 这里边有五千个数据 咱们从这个当中是吧 取出四千个 保留一千个 这四千个咱们交给算法 剩下这一千个呢 我们验证一下 看看这个算法到底好使不好使 准确率到底高不高 一般情况下 这个建模是吧 咱们现在这个工作叫建模啊 叫十个 这个呢叫做手写数字的一个识别 在这个当中 首先呢 我们就准备了数据 比较简单 MAT PLOT LIB去加载就行了 第二个是吧 咱们就来一个建模 那建模的时候是吧 咱们要将这五千个数据给它一分为二 给它一分为二 这其中的四千个 四千个呢 是我们的训练数据 一千个 是咱们的测试数据 就这个测试数据 主要是为了验证一下 我们的算法 模型 到底好不好 所以说我们保留一千个 那咱们就给它划分吧 那这个时候呢 咱们从这个当中是吧 咱们给它随机选出来四千个 想要随机选出来四千个 咱们可以这样 给它一个index 就等于 np.random 咱们调用randint 因为我们是不是一共五千个呀 咱们来一个零到五千 给它一个size 我们让它等于 四千 这个时候你看肯定是随机的 对不对 那咱们就从x当中取吧 xindex index 接收一下 这个数据呢 咱们起个名叫 x下滑线 然后y呢 也是y下滑线 就等于y中国号index 那 这个不是选出来四千个吗 接下来咱们还得选出来一千个 那我们也随机选 叫index 就等于np 点random 咱们调用randint 小空 零 五千 我们给一个size 但它是一千 那x就是下滑线test 这个就是咱们要测试的数据 从咱们这个当中选取 y的话也给一个 叫test test 就等于y中国号index 执行一下该代码 数据就选成功了 你看 因为我们现在呢 是随机抽样 你说它有没有可能会重复呀 重复有影响吗 重复是没有关系的啊 因为有一些样板数据就有可能是重复的 对吧 所以说我们随机抽样是有可能重复的 但是呢 没关系 你想一想咱们算法的原理 还有关系吗 是吧 咱们这是随机抽样 它呢 是不影响 那不影响我们的算法 因为咱们的算法呢 是根据距离 来进行的 那我们在上一个案例当中咱们又有说到 说这个数据之间的这个属性之间是吧 如果这个样本不均衡的话 它就会有问题 咱们这个存在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呢 样本不均衡 因为我们的数据量比较多 咱们是5000个 咱们从当中选取了4000个 这个时候这个样本不均衡是吧 它对于我们算法来说是没有影响的 你就好比是吧 我们这个当中不是零到九这个数字吗 比如说我们选零 咱们选了100个 其他的数字选的比较多选了600个 一比如说一比如说选了600个 但是你100个零是吧 那我们在找最近距离的时候 就可以从这100个当中找出来那么几个邻居 所以说当数据量多的时候是吧 我们KN这个算法 它是不受样本均衡 不均衡影响的 数据准备好了 咱们现在就插入一行 使声明咱们的KN就等于 kneighborclassifier小括号 邻居数量咱们就给五个 因为几个关键的邻居就能够确定 你到底是哪一个类型 然后咱们就使用KN.fit一下 将X寸放进去 Y寸放进去 你看这个和我们上一概率 鞋法是不是一模一样呀 执行该代码 有搞错了 大家看一看它的错是什么错 是什么类型的错呀 叫做Value Error是不是 是不是就是我们给值的时候给错了呀 咱们往下看啊 看Value Error Found the array with DIM3 estimate expected 怎么样 就是算法需要的这个 是几维的呀 是不是得小于等于2呀 那我们给的数据是三维的吗 我们看看 看一下咱们X寸啊 你看它是几维的 三维的 咱们的外寸呢 它是几维的 它是不是一维的呀 X寸是三维的 那这个就不行了 三维的数据 这个算法就不知道 这个数据的形状结构是什么样的 它只能接受小于等于两维的 外寸是一维的 可以接受 那X寸呢 是三维的 所以说它就不行了 那咱们现在就将三维的 给它变成两维的吧 来咱们在这做一个处理啊 那咱要把它变成两维的是吧 很简单 就是X下滑线寸 点咱们是不是进行reserve就可以了 样本数量不是有四千个吗 然后逗号28乘28 咱把它变成一维 因为这个都是像素 28乘28 大家可以计算一下 等于七百八十次 所以说把它reserve成 四千和七百八十四 这个时候是吧 它就可以了 一运行 你看咱们就变了 那为什么必须这是两维的呢 因为第一维是咱们的样本数量 就是它有四千个 这第二维呢 是咱们的属性 它有七百八十四个属性 有七百八十四个像素 我们的数字之所以是零 或者之所以是三 之所以是五 是因为它的什么不一样呀 是不是因为它的像素不一样呀 对吧 肯定是它最本质的像素不一样 所以才导致了这个数字 到底是几 到底是几 那这就要求 咱们在给算法数据的时候 必须都得是两维的 在就是说这个训练数据 必须都得是两维的 在这咱们做一个说明啊 这个呢 主要是为了验证 咱们算法的准确率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再看 就是我们 我们SP learn 中的数据 中的训练数据 它必须是 二维的 那二维的数据 它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这第一最外边这围呢 这个最里边这围是它的样本 叫做样本一 然后再来一个中国号 样本二 再来一个逗号 中国号样本三 你看它是这样的 每一个样本呢 又可以有多个属性 我们这个案例当中 大家说它的属性是多少呀 看一下咱们这个数据当中 我们一共有多少 训练数据一共有多少个 样本呀 四千个 还有多少个 每一个样本有多少个特征呀 有多少个特征 每一个像素都是它的特征 它有七百八十四个 那你看 咱们第一个入门案例 我们的数据也有特征 咱们的数据有几个特征呀 你数一数 数一数咱们有几个特征 两个 一个是五大镜头 另一个是不是结本镜头呀 后边这个叫目标指上 它不是特征了 它就是分类型了 它是目标指 所以说咱们这个代码当中是吧 那我们必须得把它调成这样的 才不会有问题 这样的话也方便它进行计算呀 不然的话你想它是三维 如果要是三维的数据 我们怎么去计算它的距离呀 是吧 那三维的话就没有办法去计算距离了 你看回过来 你看咱们二维咱们是怎么计算距离的 我们往下走啊 咱们计算距离的代码是在这个地方 让每一个属性减去这个值平方 最后扩起来来一个开根号 我们是784个是吧 它是一个爆循环 这个爆循环 咱们这784个属性都做一个减法 计算距离 所以我们刚才在说KN缺点的时候 咱们说了它的时间复杂度空间复杂度比较大 我们不是有4000个数据吗 每一个数据是不是784 它在计算的时候它得计算多少次呢 4000次再乘以784 因为它是一个两层爆循环 首先爆循环外层 最外层的这个4000 然后再计算 所以说它的时间复杂度空间复杂度是比较高的 那咱们现在就修改一下这个代码吧 在下面插入一行 复制一下上面的代码 Ctrl V 我们呢就将这个Xtrain是吧 直接在这进行reshape 给它一个4000 后边这个数据我能不能给个负1啊 我给784绝对没问题是不是 给负1意味着什么 爆着数 你不是784我们得计算一下吗 你如果不想计算可以直接给负1 但是前边这个一定要是4000啊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是4000张图片是吧 你不能形状改变了 你的图片变多变少了 你后边这个属性可以 就是说可以调整 样本量不能调整 现在直行该代码 大家看 成功了 看到了吧 咱发现这个代码直行速度是不是很快 我们刚才不是说时间复杂度空间复杂度吗 现在咱们看一下它花多长时间啊 两个百分二来一个Tin TiMe 直行该代码 多长时间 不到一秒 叫239毫秒 因为它在FIT的时候呢 它没有计算距离 什么时候才会计算距离呢 预测的时候 你讲我进行这个FIT的时候 我跟谁去计算距离啊 还没有样本呢是不是 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它的时间很快啊 那咱们现在就插入一行我们来一个预测吧 在这来一个注释啊 这个地方就是预测了 咱们使用刚刚刚写好的算法 可以让调用Predict 小括号 将咱们的数据 X下方线Tens 这是不是一千个啊 它的数据是不是也是三维的 如果我此时执行 你看它也崩 看到了吧 报的同样的问题 形状不配配 你是三维的 那转换一下 点RESHAP RESHAVE 它是一千个 逗号七百八十四 数据形状改变了 但是这个数字是多少 不会变 是不是 那预测完之后 它就会有一个返回值 我们接收一下 起名叫VACAR 在上面咱们就计算一下它的时间吧 百分号 TIME 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你看它是不是就得花几秒钟呀 经号一直在这执行呢 是吧 你看它花了多少时间 七秒钟 你想 计算机的运行速度是不是非常快啊 我们在运算一段代码的时候 它这个用了七秒钟 你说它的时间复杂度 空间复杂度 大不大 那咱们现在就看一下啊 这个准确率到底怎么样呢 那就得比较一下是吧 VACAR是算法预测出来的 我们保留了测试数据 上面咱们保留的测试数据 是不是叫VTESLA呀 这个是不是就是真实的数字啊 VACAR 就是我们使用算法求解出来的VACAR 它呢是预测的 所以咱们讲完第一个算法 大家就能知道它的优点的缺点了 那我们就知道它的优点缺点了 如果这个KIN这个算法是吧 它的数据不能太独 你看我们给了四千个 它在预测数据的时候就得花 预测一千个数据的时候就得花 这个七秒钟 如果我们要给七万个呢 你想它的花的时间是不是就更长呀 所以说我们学习一个算法的时候 我们把它学错了 那我们就知道它的优点和缺点了 现在咱们插入一行 咱们看一下它的准确率啊 那我们就看一下咱们VACAR 它的前二十个数据 它是三四六一六 看一下咱们真实数据啊 VACAR test中华 也看它的前二十个 比对一下 你看看 一样不一样 你看这个是六 真实的是五 它是不是给预测成六了 这个算法是吧 在预测的时候 不可能是百分之百 难免会有错 如果哪一个算法 它宣布自己是百分之百 你比如说这个Penter Penter Flow 谷歌的微软的 Facebook的是吧 都没有任何一个算法 能够达到百分之百 人也一样 人 有时候我们人在识别一些 别人写的字的时候 你能能够 你能百分之百识别吗 你也不可能 那咱们就算一下 因为它有一千个 我们算一下它的准确率 我们呢 来一个VACAR test 这是真实的 等等 让它和VACAR进行一个比较 一执行 咱们会发现它是一个故事性的值 是吧 如果要相等就是不 如果不相等 是不是就是BOSS 然后小括号扩起来 咱们求一个什么呢 平均.me 平均是怎么算的 把所有的都加起来 是不是除以一千呀 所以说me 是不是就是它的准确率呀 执行该代码 大家看 我们验证了一千个数据 其中呢 有941个是正确的 识别错误率呢 是59个 如果我们要找一个 这个人是吧 三岁的小孩 或者说去识别这个手写数字是吧 它的准确率呢 也差不多就是这样 因为有一些数字我们看到 写的歪歪扭扭的是吧 不知道它是 不知道它是 都会出现一个错误